字幕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點更新一下 再來一次 現在嘩 嘩 口未完就又插下去了 中國動力就一流三千八 最高就一流四千八 現在成交量四千七八八十一萬股 六球多東西就推了市值 推了市值差不多差不多是兩個億的 你說六球可以推三四個億出來 中國中糧家康 之前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一直橫行 現在沒有東西吃 大家糧食很矜貴 其實可以看高一線的 最高當時現在差不多接近三元雞了 充滿所有的平均移動線 這隻大家想想 過年各時各節買東西吃 大家都看看這隻東西 收拾一點八年貨 可以自家 二十四個多上 開始的時候 前一會兒水的 跟著就十級而上 十級而上 看看 因為上高沒有喊貨的 今天成交了三千萬股 九億多 市值七百三十六億 我也是在用空調的 用了十幾年就沒有壞 其實好事連不好事呢 它不壞我就不買 不買的話 家電太耕用了 太耕用 是不是好事呢 應該不耕用 它生意多些 那麽耕用 那麽生意是不是少些呢 真是拚頭 不明白 大家研究一下這隻東西 有得想一下 中國高速又很瘋的這隻東西 在11月份 去年年11月份 仍然是五個二人錢的 現在都不用一個月了 現在八個二十三 這個東西搞什麼呢 現在我一時間都搞不起 經常有看這些怪獸 現在升過不定 還有它已經升穿了 二斑 天線的 平坦全都穿了 基本上就說 上高就沒什麽貨 沒什麽貨 大家想一想它 通常這種情況是好東西 好了 講一些升的 講一下跌的了 跌到一附街的 一傳媒啦 一傳媒不用說啦 老闆都被人拉高了 沒有數據 停牌 恆大呢 恆大今天潛了水喔 不過那個比較熱門一些的啦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今天就跌了2.67% 成交就171萬股 成交19億 對比在12月28號的低位 就219.4都仍然上了一點 不過大家想一想啦 阿里健康 大家健不健康 當然不健康啦 現在跌了2.6% 如果比28號的低位 就20.35就上了一點 但是28號開始就23個多 根本就都不見了 都三分雞啦 好啦 還有一隻 214 42的這個百佳藥 百和醫藥 我IPO就抽了一手的 Sorry IPO沒有抽到的 我開始見他11個多了 買了 買了就損手了 見了後來10個3毛多 現在這個價位我賣回 賣回就算啦 他說不看啦 因為這個東西到現在都沒有賺錢的 還有他發展的那些醫藥那些項目 跟新冠肺炎沒有關係 無論如何 這東西可有可無 好啦 暫時講到這裡先啦 下週開始就再跟大家聊聊 大家看看 說阿里健康啊 健不健康呢 一百九十幾 IPO有一手 都賣了啦 現在呢 阿里健康就跌回 一百四十七 還追不追呢 我覺得呢 哎呀 收錢啦 健康的東西真是 真是不知怎麽說的 都祝大家身體健康啦 好 下週再開始再跟大家聊聊 謝謝大家 好的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